这周寒流报道不少山区变身美丽的银白世界 今天还有游客穿着雪鞋 还自备滑板到荷欢山五岭上滑雪 而台东嘉明湖山区也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每到连高山协作员都频频发出赞叹之声 荷欢山五岭积雪未退 25号几名游客把握机会穿上雪鞋自备滑雪板 一踏上去开始享受快感 速度极快但边坡陡峭雪不够深 滑一滑摔跤屁股着地 游客自备器具到五岭滑雪看来好玩 但要小心挨伐 因为泰鲁阁国家公园表示 虽然没有说禁止滑雪但边坡禁止滑草 触犯者恐罚1500元 同样被白雪覆盖大地的还有这里 台东嘉明湖山区雾气缭绕 树枝结满雾松景色颅梦似幻 24号上午11点高山协作员们全副武装走在白茫茫雪地上 尽管天气寒冷但沿途美景还是让他们大大比赞 山区湿冷有美景欣赏但平地的冷有人真的受不了 警方说他要拿一个面给你吃你看好 嘉义水上山有民众真的裹着棉被上街 一条粉色花花棉被超级显眼 立刻引来警方关切地上热食让他暖暖身子 这一波寒流不管山区还是平地都让民众非常有感 解综合报道